兵敗如山倒了 垮掉了 沒有辦法 你會痛恨也沒辦法 不知道怎麼辦 你想想看你現在所擁有的 一夜之間什麼都沒有啦 要鼓勵你啊 不要緊啊 過癮啊 又年輕啊 那想到就會流眼淚 說真的 如果沒有家裡 這份手藝的話 為什麼冬山帶酒 我都不知道 是他的靈魂啊 啤色真香 這是真正的古早味 而且這是我父母親留下來的 已經幾十年了 快六十年了 要辣嗎 這樣總共是一百十四喔 稍等我一下 很好吃 我現在不太能咬東西 因為我戴牙套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算這樣我還是要吃 特別香 我做兩棵的也是在吃 一定要來吃的 很讚 很讚 掏客戴著牙套 甚至沒了門牙 也都捨不得錯過 要再來回味的滋味 就在花蓮東大門夜市 臨上折的這一攤 你好 十二號 兩隻嗎 對 十二號 前台客人挑選眾藝的大小 秤重結帳 後場烤台立刻接單烤玉米 兩個爐台一字排開 十六隻修環杯 同時無限迴旋轉轉樂 瑰麗火焰點燃誘人香氣 和舌尖欲望 刺激脫移線分泌 一定在這 一定在這 客人會趕啊 他們都想趕快拿到嘛 林上哲烤玉米超過四十年 論烘烤資歷 花蓮沒幾個人比他更老資格 但只要站上烤台 還是一樣戰戰兢兢 生怕有漏失之處 爐台火力全開 維持在兩百二十度左右 香絲木火源穩定 龍眼木有特殊香氣 替玉米增添柴燒氣味 平日得烤七百隻 連續假期一天兩千根 一根玉米平均要烤六到八分鐘 即便現在不必像以前一樣 手動轉圈 光是刷醬料 拿醬刷的手 也彷彿快被烤熟 這個兩百多度 這個上升到這裡八十幾度 冬天是OK啊 但是夏天你就很痛苦啊 可以這個瘦身美容 來這邊 我這邊以前有一個員工啊 一百多 然後瘦到剩七十公斤 烤玉米算是基本款小吃 每個夜市一定有個一兩攤 但能做到讓韜客 專程尋味而來的 其實不多 林上哲的修環杯 就是有辦法成為西客名店 甚至位居夜市門面第一攤 玉米比較軟啊 不會像別家比較硬 徐環杯能烤到軟嫩中帶有彈性口感 林上哲有一招叫陰材實教 先察言觀色 紫色顆粒較多代表口感偏硬 玉米要先蒸再烤 如果是完美的金黃水分較多 就可以直接升烤 比較軟的 直接升烤就OK了 它的水分很足嘛 但是它Q的 它硬直的 所以你就是要蒸過 玉烤到七分熟 等客人點餐 剛刷去掉表面焦黑 再上醬料熱烤 就更容易入味 玉米通過考驗之後 色香味俱全就是林上哲的吸睛一級棒 醬汁很好吃 很好吃 不曉得怎麼調配的 父母以前是玉米農 林上哲選玉米有一套 802糯玉米 白紫香間外形討喜 吃起來軟糯甜 是最近幾年受到肯定 而廣為風行的品種 每天一早 玉米從產地直送工作場 先泡接近零度的冰水 冰鎮冷卻 你要維持它的鮮度 它如果說 不讓它急速降溫 那它溫度升高的時候 它的甜度 水分都會快速的流失 冰鎮過後 剝掉葉子 拔掉鬚鬚 再冷藏保鮮 才趕得上當天晚上的甜美演出 一隻至少都要有七兩 七夜之後就要有六兩 六兩 假日前都準備好多 只要一天整個冰箱都塞滿了 廉價的話 或是什麼過年啊 那個備料都是很恐怖 除去批發生意不算 林上哲應該是花東地區 用量最大的玉米買家 要確保貨源穩定 他現在直接找農民器做 要求盡量無毒栽種 但好幾次颱風光臨 器做的玉米一次掃光 臨時買不到食材 林上哲轉而向進口商採買 這才知道 台灣不只水果甜潤飽滿 連玉米也有風土滋味 很大 那個泰國的玉米是 但是那個口感就 還是輸我們台灣的 新鮮度也不夠啊 你從那邊過來就 是吧 有了好的食材 怎麼樣錦上添花 各拼達人工夫 陶客好奇怎麼調配的醬汁 就是林上哲自豪的獨家味道 是他的靈魂啊 啤色真香 這是真正的古早味 這是真正的古早味 一般的店家烤玉米 多半刷沙茶醬混合醬油 但林上哲不愛似曾相似的味道 光是刷醬就準備三種 自己煸的豬油 再加上蔥 薑 蒜 桂皮等辛香料爆香 能讓玉米光澤油亮 氣味迷人 而調味來源 則是印油原汁 加上唇皮 丁香 草果 等十多種中藥材磨成粉 一起熬煮成啤湖味 濃厚甘醇 不嫌口 你要專心顧著啦 稍微偷懶一下 接個電話回來 鍋子就黑了 簡單的話都沒有自己的味道啦 而且這是我父母親留下來的 已經幾十年了 快六十年了 你怎麼好意思把它丟掉呢 不嫌麻煩 堅持的古早味 其實是雙親留下來的奮鬥滋味 林上哲的父母原本務農種玉米 要拉拔六個子女 經濟負擔沉重 為了增加收入 民國五十四年開始 夫妻倆利用農霞推著攤子 到戲院門口賣烤玉米 從中午做到半夜採收攤 六十年下來 林家的烤玉米 成了許多老花蓮人 零嘴配電影的記憶滋味 而林上哲念書時 就得當父母的左右手 一大早幫忙採收 放學後 立假日 煮醬料和烤玉米的工作 就佔據了他所有的玩樂時間 這一鍋黃豆 桂皮 辣椒粉 紅蔥頭 加上生的鬼椒 草田椒 熬煮成一鍋紅燕 再和自己醃製的泡椒打成泥 刷一次小辣 兩次中辣 三次大辣 一入口舒暢過癮 就是林上哲從小熟悉的天然嗆香 你看這個植頭 這個植頭 這是割草 割那個砍意米 他們差一點沒辦法砍斷 為什麼我們家是做這個烤玉米的 假日都要幫忙 不能出去玩 非常排斥 一心要擺脫玉米攤的束縛 退伍後林上哲帶著半桃家的心態 北上打拼投入營建業 三十多年前景氣大好 林上哲有錢有閒 投資股票和地下期貨 累積了上億身價 存款豐厚了 野心也跟著膨脹 投資變成投機 大手筆沒在怕 但沒想到亞洲金融風暴 晴天霹雳殺下來 一夕之間 資產從九位數剩下五位數 冰敗如山倒了 全部都垮掉了 沒有辦法 你會痛恨也沒辦法 哭也沒用 整個帶落目擊 不知道怎麼辦 你想想看你現在所擁有的 一夜之間什麼都沒有 那會不會很痛苦的 一般人承受不了 十多年的積蓄幾乎歸零 巨大的壓力 連帶壓垮了幸福的模樣 緊抱抱抱抱 離婚後 林上哲只能帶著兩個女兒 回到花蓮生活 幫忙母親賣烤玉米 要鼓勵你 沒關係 過去了 還年輕 我在想到這位女兒 那時母親的鼓勵 是她唯一的支持力量 年輕時一度逃離的烤台 成了她僅有的舞台 左手轉玉米 右手刷醬料 做到指頭受傷變形 也要珍惜這以前 覺得辛苦的賺錢機會 很難賺 我這個手都有記號 這個機器是我去找人設計 對啊 找人設計 因為我看我媽媽這樣子 那個時候弄到這邊 全部都漲卷 說真的 如果沒有家裡 這份手藝的話 我怎麼動山帶起來 我怎麼不知道 她投資旋轉烤台 讓燒烤的速度更快 品質更加穩定 從戲院門口的小攤 做到夜市民店 站穩花蓮販賣一哥的位置 政治人物到花蓮 都得來啃一根烤玉米 就連上市公司的大老闆 也一吃驚豔 欣賞他的認真用心 和林上哲成了莫逆之交 我完全想不到 我在這邊碰到好多 都是我一輩子沒有辦法 可能接住不到那種 等級的朋友 億萬富翁栽了大跟斗 靠著雙手打拚再起的 韌性毅力 也成了員工的學習目標 努力我們要努力 只是年輕人要努力 不要怕困難 然後做事一定要堅持 老天一定會幫你打開第三窗 只要你努力 跌倒了不用怕 重新再來 這個是一個辛苦錢你會珍惜的 歷經失敗挫折不放棄 林上哲的人生就像他的玉米一樣 先通過炙熱考驗 再配上堅持的氣味 終究換得滋潤甜美